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言论是没有影响的 就像周围的言论也不会有影响 因为这是一个权益结构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开这个会可能是为了一个舆论 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舆论是不会发生作用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能说什么 后来我想我能说一个非常让大家沮丧的一个对照经验 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跟大家的身份是一样 大家是国内的移民 我是所谓国际的移民 我只能告诉大家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是怎样对待移民孩子上学的问题 我是1982年去的 然后我的女儿是1988年跟她母亲一起移民到美国 去的时候是八岁多 刚在中国念到小学三年级 然后她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当然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她能够入学 没有来以前呢 我把这事情想得非常复杂 我想完了 我要安排小孩上学 这该怎么办 结果打听了一些 大家都是移民家庭嘛 中国来的 香港来的 亚洲 包括苏联 周边国家的家长都住在一个区里面 结果一打听 有点过分简单了 整个过程大概20分钟 就是你只要出示一个你在当地居住的信封 你不用出示你的证件 不用出示你的护照 你的合法居留 你的职业情况 收入情况 什么都不要 只要在你所在区域居住 拿出一两个信封 这个信封是国外寄给你的 也就是说北京上海寄到纽约来给我的信封 信都不用出示 给她看 她马上就等级 然后小孩几岁 住在哪里 我说住在哪里 她下不来就什么 就这样去上学了 所以她真的是一个人权的国家 你没有交账购费吗 国家规定一分钱都不用 我一分钱都没有交过 因为美国规定一个小孩从入学 七岁入学一直到高中毕业 全部是国家买单 全部是国家买单 然后高中毕业以后你要上大学 如果上国立大学 咱们在那也没有叫做国立 只有叫州立大学或者市立大学 也就是说国家出钱的大学 交很有限的学费 是穷人都能维持得起的 如果你要上私立大学 那你自己的事情 那哈佛大学就非常贵 那一层层这个级别差异很多 那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那是1988年的事情 我女儿来了 然后1990年就发生苏东坡事件 苏东坡事件呢 整个东欧就大量的移民 一夜之间就出现在纽约 出现在我所居住的区域 我居住的区域是在纽约五大区之一 一个叫黄后区 就亚洲人特别多 亚洲人特别多是一个移民密集的区域 有哪些移民呢 亚洲里面分港台 中国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你能想得到的亚洲国家 还有印度 斯里兰卡 包括伊拉克 包括阿富汗这些移民 那么欧洲移民也有很多 苏联解体以后 阿塞拜疆 高加索 亚美尼亚 这些小国家 就我忽然在马路上就能看到很多新面孔 那当时我孩子已经上 上小学快毕业来怎么着 我忽然发现他的小学和中学 扩建了 扩建 后来我才了解 就因为当地移民孩子上学压力太大 政府立刻拨款 就地扩建学校 扩增学校 一个加高楼层 一个就占据一部分操场 几乎全部是移民子弟 全部是移民子弟 没有几个白人小孩 那黑人更不用说了 满街跑全是黑人小孩 后来我才了解到 我周边的区都因为 苏联解体和中国移民的压力 因为中国移民越多 家属就越多 就是它是不断的增加的 我所知道美国从肯尼迪政府开始 分配给中国移民是两万名 当时中国还没有跟中美建交 所以这两万名给了港台 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 又增化了两万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大家想一想 十年下来就是二十万中国人回到那儿去 二十万中国人到那儿取得绿卡 又会有二十万四十万五十万的家属回去 所以这个压力非常大 我亲眼看到美国的小学初中高中 就是扩程校园 我不知道他们教师资源哪里来 此外呢 我也了解了 就是这样的扩程以后 对美国本土有没有问题 结果发现问题非常大 第一就是政府的经费压力 政府经费压力 每个州都探苦经说我这儿移民太多了 尤其是纽约洛杉矶 旧金山这些沿海城市 移民集中地 那么 但是没有办法 宪法规定的 就受教育 这是铁杠党 不能动了 你的小孩到了七岁不上学 家长是犯法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这个移民里头有很多是非法移民 但是根据美国宪法的精神 和美国当地的那个不叫政策 就是法律规定 就是任何小孩到了七岁 或者到了他们认为的入学年龄 他的父母即便在移民局监狱里面 或者马上要递送出去 只要这个孩子还在美国国土 他必须上学 而且全部是美国买单 第三个呢 非常具体 就是当地社区的压力 因为他的经费也是 一级一级往下走 那社区的这个压力会增大 那我不是很清楚 他们解决 怎么解决这个经费问题 第四就更可怕 就是当地的治安问题 大家知道越南 柬埔寨这些国家 是长期经历战争 而且黑社会很猖獗 所以很多移民 就是黑社会 就是流氓团伙 去了以后 小孩很快介入犯罪 贩毒 打架 抢劫 吸毒 这些情况 那当地的居民 你们想想看 美国当地那么多白人 那么多南美人 世世代代住在美国 忽然大量移民进来 真的出现人民案 抢劫案 入室抢劫种种 所以居民投诉也很厉害 但是从来没有因为这些情况 改变政策 就是不管你怎么 你只要是个人 你得上学 20分钟解决 你只要提供你本地居住的这个证明 所以这是我知道的一个 美国对待移民 后代上学的一个情况 但从政府层面 它是怎么解决的 我不想清楚 我不想清楚 这持续地成为一个美国的问题 社会上一直在讨论 法学界什么 什么 种种机构 美国也一直在讨论 他和上学问题只是 他各种移民问题之一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些移民给美国造成的压力 经济的 社会的 安全的 政治的原因 会影响一个移民的小孩 哪怕非法移民的小孩 在美国上学 就是这样子 我能提供经验就这样 但我想这个经验在这会让大家很沮丧 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孩子在中国上学 现在有这么多不公正 不公平 我刚才听说北京的官员说 我们是为北京人民服务 这么王八蛋 我是好的吗